差点命丧宫女之首的嘉靖皇帝为了自身性命的安全 从此搬进了西远离女色 全面开展养生和倒数研究 但面对巨额的经费投入 嘉靖也很郁闷 因为皇帝也差钱 此时突然有神人出现 要为皇帝寄购大量赞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神人会比皇帝更有钱吗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大明嘉靖往事第七集 皇帝也差钱 敬请收看 在经历了宫女们的谋杀之后 嘉靖皇帝侥幸保住了姓名 但他从此对宫廷 对女色产生了恐惧 于是他远离此近城 远离宫女 搬进了西院 也就是现在故宫北边的北海公园之位 在那里专心研究稻树和养生 研究稻树就必须和同行切出交流 就必须有研究稻树和炼丹的场所 那就要养活许多的稻室和树室 就要大兴土木 一句话 需要很多的影术 然而嘉靖也不复 皇帝也差钱 这让嘉靖非常郁闷 为什么皇帝花钱也会受到限制 而在关键时刻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 要为皇帝提供巨额赞助呢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大明嘉靖往事第七集 皇帝也差钱 宫女谋杀她的失败 嘉靖皇帝对于大乱不死 对她自己来说 应该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此以后 嘉靖皇帝就搬出了皇帝经常住的那个地方 叫千秦宫 也远离了他皇后住的地方 叫昆宁宫 他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搬到哪里 搬到西院 从此以后他就待在西院 没有回到千秦宫 但是我们又说过 这个宫女谋杀她的失败 对于国家来说 对于当时明朝的老百姓来说 可能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嘉靖皇帝 在他在位的45年里头 他从来就没有把国家事情放在心上 也没有把老百姓的这个生计放在心上 他只是琢磨两件事 45年 他琢磨弟弟两件事 那两件事 第一 他琢磨人 琢磨如何整人 琢磨如何来使别人对他产生敬畏感 这就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要大权独来 用当时的话来说 叫千刚独来 千刚独来 这一道很成功 所以尽管他加进17年以后 他就基本上就不上朝了 尤其是搬进西院以后 更不上朝了 但是他的权威 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这是他琢磨的第一件事 琢磨人 那么他琢磨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琢磨道 琢磨如何修道 琢磨如何和上天对话 得到神灵的保佑 那么他琢磨这个事情 目的是什么 目的在于 去病炎炎 长生不老 他琢磨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皇帝他在位的45年 他琢磨的 他折腾的 大概就这么一个事 相对来说 搬进西院之前 他更多的是琢磨人 来建立自己的权威 搬进西院以后 他更多的是琢磨道 来使自己如何长生不老 他是这样干的 实际上他又是一种折腾 但是嘉靖皇帝的这种折腾 和他的唐兄郑德皇帝 我们比较起来 他是不同类型的折腾 什么不同类型 郑德皇帝的折腾 突出一个字 叫动字 他和动 动不动要跑出宫殿 动不动要跑出北京 要到西北去 要到江南去 所以郑德皇帝的折腾 他是一个动的折腾 那么嘉靖皇帝 他是劲 他不出皇宫 后来不出西院 但是 他这个劲的折腾 从破坏力来说 甚至比郑德皇帝那个动 破坏力还要大得多 这恐怕也符合道教的这个 以进制动 而且他活的时间越长 他在位的时间越久 他这个破坏力 他就更持续 更持久 所以我说 我们分析说 嘉靖皇帝没有被公寓 那么对于国家来说 对于老百姓来说 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只说可能 我们没有说肯定 为什么呢 如果在嘉靖21年10月21号 他被公寓热死了 那么谁来继位 他的太子继位 太子当时多大 七岁 我们无法设想 无法推测 那个国家在七岁的这个小孩 以及他的那些助手们的统治之下 是会比嘉靖皇帝在位更好一点的 还是比嘉靖皇帝在位更坏一点 我们没有把握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嘉靖皇帝本身的立场上来说 他这个琢磨道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 他从小身体不好 而且哥哥 姐姐 父亲 都死得很早 这个心理暗示就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心理阴影也是非常厉害的 他有这个心理暗示 有这个心理阴影 他就要求得解脱 那么当时的人们 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个人都可能会碰到不顺心的事 每个家庭可能都会碰到 不顺心的事 那么如何解脱 当时的人们是信火 信道 信神仙 通过从内力想得到解脱 嘉靖皇帝也一样 所以我们说如果从他本能来说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他和他的母亲和他的皇后和其他人在宫中烧烧香 拜拜神 祭祭祖先来取得心理上的这种解脱 这毫无疑问 我们没有必要去怪罪他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但是他信道 他要藏身和其他人不一样 虽然我们说他是一种静的折腾 但是折腾起来也需要动 他在宫廷里面 在后来的西院里面 建立起大型的祭祀场所 招应了许许多的道士和方士 来帮助他进行祈祷 来祈求长城 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 问题哪里来了 你看看 要修建祭祀的场所 要请道士请方士来为他祈祷 这里就需要钱 大兴土木要钱 请人来做法事需要钱 而且所有的祭祀场所 这些道具他都需要钱 这个钱不是一点点钱 什么都是敬意求情的 所以问题就从这里产生 大家要问了 这个皇帝要钱 那不是很好办的事吗 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富有天下 但是事情不这么简单 其实在很多时候 皇帝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差钱 家境想要大兴土木 也必须要有大量的钱财经费 那么作为皇帝 他花钱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又会有什么样的人来替家境皇帝 还有解难呢 明朝的皇帝用钱 不 实际上不仅仅是明朝的皇帝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用钱 他也并不是全部没有接见的 或者说并不是完全没有接字的 他受到控制 受到什么控制 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 受到国家财政状况的控制 还受到财政制度的控制 以明朝为例 明太祖建立这个王朝以后 他把所有的用度 皇帝要用多少钱 应该用多少钱 他都有计算的 然后由腹部来进行剥改 明朝的钱是腹部管的 不是皇帝管的 腹部的钱是哪里来的 收税来的 从农民那里收税 从手工业者那里收税 从商人那里收税 而从农民那里 工人那里 手工业者那里 从商人那里收钱 他是有规定的 有规定的数额的 你不能乱收 那么国家用钱 就要在这个规定数额里头用 所以用钱的一个原则 叫什么原则 这个原则唐朝就制定了 叫量入自出 什么意思 来多少钱 你盘出去多少钱 这是要有计划的 要有预算的 他收多少钱 他这个预算放到哪里 比如说官员的俸禄 他要发多少 军队的军饷要发多少 每年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 国家要补助多少 这都是有计划的 所以皇帝的钱 他也是在这个大盘子里头的 那么既然在这个大盘子里头 皇帝比如说他的衣食住行 他的祭天祭祖 他都是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如果皇帝超过这个数字 比如家庭皇帝 他要建祭坛 要招应道士 要自办各种各样的祈祷道具 他就要额外用钱 额外用钱怎么办 要额外向腹部要 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叫什么 叫预算外开支 但是腹部他没有这笔预算外开支 他只有两条路 哪两条路 第一 向老百姓加派 但这个不好轻易加派的 如果一加派 轻易加派 老百姓是要造反的 明朝最后怎么灭亡 就灭亡在这个加派上 第二条路 到其他的衙门挪一挪过来 但是其他的钱也要用 所以腹部是坚决反对 皇帝计划外开支 所以皇帝他如果计划外用钱 他就要另找门路 他就找其他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不止加派皇帝 一个皇帝要计划外用钱 其他的皇帝也有不少计划外用钱 加派皇帝的堂兄 他的前任皇帝 正德皇帝 正德皇帝 他要折腾 他也要计划外用钱 他怎么弄 他的一招叫做抢税收 或者说抢伤税 怎么个抢法 他派出宦官 他信任的那些宦官 到北京的各个门 以及通向北京的各条道路的交通要道 开设黄店 开黄店干什么 他不是卖东西 专门收税 你要到北京的贸易 路过这里收税了 那么他收了税 腹部就不能收税 你总不至于说人家商人 饭衣车货物到北京 你这个黄店收了税 腹部又收税 没这个道理 所以腹部的税 他就减少 所以腹部一直在跟正德皇帝提一件 你不能这样搞 那么正德皇帝死了以后 家庭皇帝继位了 杨定和 起草文件 全部砍掉 这笔额外钱 没有了 现在我们回个头来 说家庭皇帝 家庭皇帝也要钱 他也要额外用钱 但是他大门不出 二门不慢 他怎么办 别着急 凡是皇帝想的事情 凡是皇帝急的事情 一定有人帮他着急 一定有人帮他着想 你看看 家庭皇帝身体不好 开始的时候 很难生儿子 生儿子很难养大 结果有人向他推荐了两位高手 哪两位高手 少元杰 陶仲门 这一个道士 一个术士一来到 皇子跌出 家庭皇帝觉得精神也好了 现在要钱 自然有人 又推荐人 推荐了什么 推荐了一个术士 这个术士的名字 叫断朝用 因为由历朝历代 沿用下来的规矩 使得皇帝也差钱 急需花钱 又没钱可花的家庭皇帝 这时候 却有幸见到了一位神人 那么这个神人断朝用 是怎样和皇帝拉上关系的 他又会用什么样的办法给皇帝变出钱来呢 断朝用有什么本事 这个断朝用是当时的男子力 男子力的合肥县人 也就是现在安徽省的合肥市人 第一 他也会练仙药 也会练仙药 但是他练的仙药肯定不如陶仲门 为什么呢 他不以这个注明 但是他有另外一样本事 什么本事 有烧链术 什么叫做烧链术 就是典诗成金 化水成银子的这种法术 当时叫做黄碑术 黄碑术 所以我们现在也明白了 为什么历史上的皇帝 他两样爱好往往在一起 哪两样爱好 第一是养生术 第二是黄碑术 因为他们养生是要钱的 要钱就要黄碑术 所以这两个连在一起 这个断朝用 就在这个时候 急皇帝之所急 急皇帝之所难 他出现了 这个黄碑术肯定是骗人的 但是古人为什么相信 这不能怪古人 就在前大概十多二十年 街头上就看到广告 我们现在街头上前十多年看到广告 什么广告 出售一种技术的广告 这是什么技术 可以把水 在水里面提点石油 提点汽油的技术 你看看 这种技术和化水为盈的技术 很接近 既然我们到了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 都有人出售这种技术 在十六世纪 有人出售化水为盈的技术 那就不能怪他们了 所以不能怪古人相信这个 这个断朝用来到北京以后 他是做了思考的 他有准备的 他首先见了一个人 见了一个什么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郭勋 是明朝一个开国功臣 那个开国功臣叫郭英 是郭英的后代 这个时候正掌管一些禁军 是军界一个头面人物 但同时这个郭勋呢 他又在大礼仪的时候 支持了嘉靖皇帝 所以变成了嘉靖皇帝的宠臣 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明朝到了嘉靖时期 尽管边境上战争 小战争不断 还有内地老百姓农民的暴乱也不断 但是大战争没有 可以说是国家成平日久 这个国家成平日久也是问题 是什么问题 因为国家一成平 将领们不打仗了 于是大家就干什么 于是大家安享太平 他们安享太平和我们安享太平不一样 我们是尽心尽力的工作 他们是干什么 三件事 郭勋也就是这三件事 我把这一批将领 包括郭勋在内 称之为三号将军 他号什么 第一 号玩物 玩物上智 他号玩物 第二 他们号聚才 第三 他们号养生 郭勋就是这种三号将军 实际上 玩物聚才养生 他也是连在一起 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连在一起 像郭勋这种高级将领 他要玩 他玩什么 他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玻璃珠子 他要玩贵重的东西 玩什么 两种 第一 中国的珍稀古董 他们要玩 玩古董 比如说汉朝的同晋 比如说隋朝隋唐时候的古画 比如说宋朝的时候古版本 他们玩这个 还有明朝的永乐谣 宣德谣 陈华谣 还玩这种瓷器 他玩的 玩这个 还玩什么 玩边疆地区和海外过来的 猫而言 叶明珠 真情走寿 天上飞的 珍惜的 这种情 和地上跑的 珍惜的兽 他玩这个东西 玩这个就要本钱 要钱 所以他们要聚财 一聚财 要藏万贯了 家有较长了 他们就想到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长寿 要养生 你如果弄那么多钱在这里 集那么多古董在这里 两眼一蹬 死了 你玩什么 不是身外置物了吗 所以他们要养 这个郭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爱好 所以和段超用 一派即可 两人变成好朋友了 相见很晚 那个段超用就住进了郭勋的家里 郭勋就根据段超用的要求 给他建了一张房子 专门用来练金子练银子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实验室 他要搞实验用 这栋房子专门拨给段超用 让段超用和他的徒弟们在里头变金子变银子练金子练银子 过了一段时间 段超用告诉郭勋 说我现在初见成效了 请郭勋来看一看 郭勋一看 眼睛一亮 闪闪发亮的银子 段超用告诉他 这是我练出来的 郭勋说 这练出来我们可以用了 不 他说这叫仙银 我们用掉不合算 物没有尽其用 应该干什么 他说我把这一批仙银 还要提炼成仙气 于是郭勋说 你好 继续炼 过了诺干天 段超用把郭勋请来 说我的仙气已经炼出来了 什么仙气 一批餐具 银子做点 隐私用具 那么段超用就告诉郭勋 说你不要小看这一批 隐私器皿 他和其他的不一样 因为他是用我的仙银 念出来的 所以他具有别的餐具 不具备的功能 什么功能 第一 如果你用他去祭祀祖先的话 将会得到祖先的保佑 后代一定是兴旺 第二 如果用这批餐具 来作为自己 隐私用具的话 那可以续病炎炎 苍生不老 郭勋一想 还有这么好的事 高兴力要命 但是要注意 我们刚才说到郭勋的一种身份 什么身份 他是嘉敬皇帝的宠臣 这个我们又要说一个规律了 凡是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的宠臣 上级比较偏爱的下级 他们其他本事我们不算 有一个本事是共同的 什么本事 他们一定会在某一个时期 爱护皇帝 爱护上级 比爱护自己 还有爱护 他们首先会想到皇帝 会想到上级 所以郭勋一想 这样一批仙气 我不能自己享用 我给谁 我送给皇帝去 那么皇帝不是更崇信我吗 这个就对了 段朝用要的就是这个 他到北京来 找到郭勋 当然是要把郭勋作为靠山 但是 他又是把郭勋作为跳板 作为跳板 跳到哪里去 跳到皇帝来去 他就希望他送到皇帝来去 所以这个 说段朝用 他这个心计 臣服是很深的 他脚踏了一块跳板 但是 他还脚踏了另外一块跳板 另外一块跳板是谁 陶宗文 踩着这块跳板 他有个陶宗文拿上关系来 这个时候的陶宗文 正在做一件事 做一件什么事 帮助皇帝 在修建祭坛 修建祭坛也要钱 所以段朝用 见到这个陶宗文 没关系 我可以提供赞助 你看看 他又踩到另外一块跳板 郭勋和陶宗文 都是嘉靖皇帝最宠信的人 通过这两位重要级人物的举荐 段朝用 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皇帝 嘉靖皇帝 见到会变前的神人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而段朝用和郭勋 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 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在干什么 嘉靖皇帝当然在养生 他在养生 两个人向自己推荐段朝用 郭勋 推荐他 陶宗文又推荐他 嘉靖皇帝一发话 接见 因为知道他会练仙气 知道他会有黄背术 这种法术 根据历史的记载 说是嘉靖皇帝见到段朝用以后 两人一谈圣欢 记载里头是说 嘉靖皇帝在和段朝用的 这一次见面的过程中 开始是大悦 然后是圣悦 最后是圣喜 三个阶段 大悦 圣悦 圣喜 这个是当年的 少渊杰 当年的陶宗文 见嘉靖皇帝 都没有产生的效果 那么他段朝用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效果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嘉靖皇帝 见到段朝用 会大悦 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分析 分析什么呢 因为段朝用开始是由郭勋推荐的 郭勋带去了那批仙气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 嘉靖皇帝大悦 一定跟这批仙气有关系 段朝用见了他以后 一定是 再做一次宣传 告诉嘉靖皇帝 这批仙气有什么用 供奉祖先将怎么怎么地 自己用将怎么怎么地 他一定说了第二条 这个恐怕没有跟郭勋说的 说哪一条 皇上正在批仙药 听说这个仙药 有时厌 有时不厌 那么用了我这个仙气 来承这个仙药以后 我可以断定他 你不断地可以应验 仙药就更加灵了 你看看嘉靖皇帝 听到这个话 他能够不大悦吗 他当时想的就这个事 所以嘉靖皇帝大悦了 那么嘉靖皇帝 为什么又圣约 还更加高兴 因为断朝用 又揣磨了嘉靖皇帝的心理 这个时候的嘉靖皇帝 不上朝了 大家不断地在提他的意见 说你这是怎么行 一个皇帝不上朝 不借天大臣 也不借天 也不借地 有这样做皇帝的吗 嘉靖皇帝一天烦 烦这个事 断朝用 投其所好 他说了一番话 他说皇上 我现在给你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 你不应该去上朝 你不能去见僧人 你只要待在内宫里头 不和僧人见面 这个黄金就可以炼出来 这个不老药 不死药 也可以体验出来 你看看 他又想到嘉靖皇帝 想的事情上去 嘉靖皇帝一听 非常高兴了 所以才胜愿 为什么胜愿 别人提一件 他们有反驳 现在有反驳的理由了 忠不忠看行动 你们不说爱我吗 不说爱我这个皇帝吗 现在素食都说了 只要我不见僧人 这个黄金可以出来 不老药也可以提炼 你们判我死还是不判我死 如果判我死 让我出朝 如果希望我偿命 那就不要再提意见了 你看看 给了嘉靖皇帝挡住那些大臣的一个理由 所以他胜愿 最后还胜喜 为什么胜喜呢 段朝用提出 听说皇帝现在正在建一个祭坛 这个祭坛要用银子 听说钱有点紧张 我想没关系 我提供一万两银子的赞助费 嘉靖皇帝一听 有这么好的事情 陶仲文为什么向嘉靖皇帝推荐他 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许乐 嘉靖皇帝平平无故 一万两银子到账了 嘉靖皇帝极极高兴 一高兴 嘉靖皇帝说 好吧 给你一个高兴的称号 什么叫高兴 道教里头的第三等称号 道教里头第一等称号是真人 然后是国师 第三就是这个高兴 皇帝高兴 段朝用他也高兴 他一高兴 就万物所以了 他说不但有这么一万两银子 我以后每年还给皇上几万两银子 你说皇帝一听 能够不胜喜 胜喜再胜胜喜 所以特别高兴 一高兴之下 再给他实惠一点的东西 给他段朝用实惠一点的东西 什么实惠 让段朝用在户部 资正无品的官奉 但是没有正无品的官 是正无品的官奉 并且给郭勋 就这个推荐人 每年增加一百粮 一百蛋粮食的俸禄 但是他没有讲陶宗文 为什么呢 陶宗文是道学中人 他不需要花钱的 所以没有奖励陶宗文 我们这个事情说到这里 当然 家庆皇帝不但给了他资正无品的官奉 还给了他另外发布了一块地方 让他专门去修炼 去炼黄金 炼白银 于是段朝用就安心安育 去炼金子炼银子 不差钱的段朝用 给皇帝提供了大额赞助 得到了家庆皇帝慷慨的风赏 而从家庆皇帝那里 捞到真正的实惠 才是段朝用的终极目的 既然黄白树是骗人的榜戏 那么他的淫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皇帝也差钱的家境 段朝用最终又得到了审问呢 说到这里 大家又要问 我们明明不是说这个黄白树 他是骗人的 他不可能的 那么你为什么说段朝用还在炼 难道这个段朝用真的是超人 他能够弄出来 当然不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黄白树 大体上他都是魔术 变戏法 但是变戏法 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变给我们看的那个刘谦 他都要道具的 要真实的东西做道具 没有道具他怎么练的 段朝用也一样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段朝用 是怎么变戏法的 实际上他就是在玩一场钓鱼的 这么一个把戏 怎么钓鱼 说自己精通黄白树 他带来了本钱 什么本钱 到郭勋家里那第一批银子 是他带过来的本钱 带过来的道具 当然这一批银子也许他变卖家产来的 也许他借朋友的 也许通过其他地方或者高利贷借过来的 这个我们不管 反正他需要第一批本钱 这个本钱是什么 就是钓鱼的诱饵 他通过这批银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 这批银子给郭勋看了以后 他把这批银子又去换了一批银器 然后告诉郭勋 这批银器是仙器 这就是诱饵 郭勋一听 一看 不得了 这家国了得上钩了 然后我们再看他第二批银子 就是一万两杯银 献给家境皇帝做祭坛的 那么这一万两银子哪里来的 历史上有记载 是郭勋借给他的 那么大家会问 那是不是段朝用和郭勋 何其苦来骗皇帝 段朝用 他是不知者不惧 他有可能去骗 但是郭勋不敢 郭勋这么多时间 他在事后家境皇帝 家境皇帝什么脾气 他应该是知道的 他不敢骗 那么不敢骗 他为什么把一万两银子给段朝用去骗皇帝 这个也很明白 段朝用当然不会跟郭勋说 你借我一万两银子 我就骗皇帝 他可以说 我已经答应了陶宗文 要献给皇帝 一万两银子 但是练银子是要时间的 哪里是这样倒一杯水 这个银子就来了 要用法术去做的 要付出很大的劳动的 还要带一点运气的 所以你先借给我 我第一批银子都要练出来了 还怕第二批银子 如果练了以后 我可以给你利息 我估计他会这样付优的 那么郭勋看到他第一批出来了 那么借他第二批吧 所以一万两银子就借给了段朝用 这一万两银子可以说 又是一个诱饵 这是个更大的诱饵 他用这个诱饵来干什么 来钓更大的鱼 第一批仙气 钓了一个鱼 这条鱼是郭勋 然后用国勋的一万两银子 钓第二条鱼 这条鱼是谁 家境皇帝 但是他们又想到 家境皇帝这条鱼没有上钩 家境皇帝只给了他一个空头衔 高士 不值钱的马 然后给他一个正五品的俸禄 正五品多少钱 我告诉大家 明朝正五品的官折合成白银 他的官缝相当于四到五十两一年 然后再加上郭勋的一百袋米 折合多少银子 五十两 加在一起一百两 这个鱼没掉着 因为家境皇帝也差钱 皇帝也差钱 他有头衔但是没钱 所以我们跟他一算账 这个断朝用这笔买卖 他亏得太大了 他答应皇帝每一年几万两银子 皇帝只给他加上国勋的一起 一年一百两银子 你说这他差多少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三年过去 这个家境皇帝天天用他的仙气 在那里成仙药 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 还是实验实不验 那个断朝用 恐怕也得追究责任了 三年过去了 除了一万两银子以外 没银子了 一两银子也没跟家境皇帝练出来 所以家境皇帝就天天派 锦衣卫校尉在这吹 说银子到哪去了 郭勋也来吹债嘛 你借了我一万两 那我的本钱也不见了 段朝用 北班腾射 但是徒弟熬不住了 他徒弟出卖了他 跑到陶宗文那里告状去了 说师父在骗人 于是他这个骗术曝光 一曝光不得了了 家境皇帝是不允许任何人骗自己 你质疑一下 段朝用下在监狱里头 但是我还要说 家境皇帝并没有促使段朝用 也没有对他用心 但这个段朝用好像 他在监狱里头水土不服还是什么原因 不到一年 段朝用 在这个监狱里头死掉了 那陶宗文 那郭勋 这个介绍人怎么办 按照过去的法律 是要连坐的 你举主 举这样的人 你不要连坐吗 那么陶宗文和郭勋 你下过怎么样 下场怎么样 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说 谢谢 明朝又折腾胡闹的皇帝 更有一身正气的建臣 面对家境皇帝的荒唐决定 朝堂之中出现了这样一批人 他们不畏强权 仗义直言 前赴后继 万死不辞 是什么支撑他们挺起了脊梁 明朝糊涂皇帝居多 就为何能够顺利延续两百多年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 大明嘉境年间 一段悲冲的往事 文死见